鐵灰色轎轎轎轎轎起步绕过临停车辆 下一秒 一辆白色多远计程车猛力撞了上来 右侧车头瞬间弹起翻腹 轎车的失控再重重路旁另一辆Uber 大批等公车民众目睹全程 全都吓坏 换一个角度从路口监视器看更惊悚 白色计程车撞击后瞬间从外侧翻滚进内侧 整台车四轮朝天在马路上滑行好几公尺 还擦出火花 翻车意外就发生在台北新一区中小东路五段 市府转运站前 28号晚上9点25分 铁灰色轎车疑似因梅里让执行车 与白牌计程车发生碰撞 在一撞右侧临停Uber 行销货报赶紧现场 火速将翻腹的计程车驾驶乘客从车内救出 本件车祸造成了两人受伤 而三方的九侧值均为零 肇事的铁灰色轎车车头撞毁断裂 对驾驶胸口错伤被松衣救治 而翻车驾驶没有受伤 但车上乘客被吓到当场气喘发作 松衣后并无大碍 索性在车祸当下 行进车辆不多 才没有酿成严重伤亡 却且肇事原因赔偿责任 还有待警方理清 记者诚实练彭新美台北报道 请瞧 请散请 散请 幕君 感谢观看